今天我們要來聽羅元說看看 到底張賢耀這個事情來龍去脈 大家歡迎羅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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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大家好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第三次站在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討論 我們目前國家的一個重大事件 就所謂張賢耀事件 那你要瞭解這個張賢耀事件之前 我們要先瞭解台灣的整個 目前的大環境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 我們大家心裡很清楚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個人 你的內心深處裡面 一定會想著說 我怎麼沒在路去跟那個水疏 跟盧森堡 跟瑞典那個小國家一樣 我就獨立嘛 對不對 我這樣插你插你什麼 我自己我生長在這片土地上面 我可以享有自己的主權 我可以享有自己的自主力什麼 是不是大家都這樣想 對嗎 我們不可以跟水疏一樣 不可以跟盧森堡一樣 不可以跟歐洲一些小國家一樣 我們有一個獨立自由的空間 我們要走到哪裡就走到哪裡 我們要參加什麼組織 就參加什麼組織 但是我們就比較壞名 我們比較壞運 我們就派出兵 什麼人 阿共 那中共它已經非常非常的強大 13億人口 現在全世界各國 你說什麼人不怕阿共 它是美國最大的在前國 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控制的人 譬如說非洲 最近很多一些非洲的小國家 都一直要跟我們斷交 為什麼呢 我們錢拚沒過的人 你看看現在非洲 大陸在 現在大陸在非洲投資 銀行也會給他們控制 所有的經濟都在控制 包括它的礦產 物產 農產品 它全部把它控制住 甚至它到歐洲去 到全世界各地 都去從什麼 托拉斯 都去跟他們控制去買 所以現在有一種情緒說 我要還什麼 包括美國 包括 那個澳洲 包括很多國家 都現在都想辦法說要禁止 是不是大陸的產業 不要進軍到他們 去掌控他們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命脈 但是有辦法嗎 沒辦法 因為太好業了 啊廠商嘛 商人是以什麼為主 以利益為主嘛 我們就問你 譬如說我台北市一棟大樓 市街說10億 跟那邊來的 他自己說我15月自己賣 你要賣嗎 你要不要賣 市價10億 阿公說我15億給你買 你是賣我們台灣人10億呢 還是去賣阿公15億呢 當然去賣阿公15億啊 這人性嘛 那人性如此 那當然這個會說 產生到這樣的話 我們的政府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其實這20幾年來的政府都要負責任 我們在兩千零 兩千零 兩千年政黨輪替之前 其實李登輝的建築用人是對的 李總統的建築用人是對的 不應該讓我們台灣的一些優良的產業 跑到哪裡去呢 跑到中國大陸去 在李登輝時代 我們對大陸的投資 只有多少呢 就152億 可是到了2008年 阿伯下台的時候 我們到對大陸的投資變多少 變689億 美金增加了500幾億 但是李登輝總統他的借級用人 對是對 但是你不能把我死守在這邊啊 他當時是禁止產業外流 但是他沒有讓產業什麼 升級 他沒有去讓 他沒有跟韓國 沒有和其他的國家一樣 用國家的力量去培植產業 像那個三星 韓國的三宋 韓國的影視業 韓國的所有的文化和傳媒產業 你看全世界各國 每天大家都在看什麼 看韓劇啦 穿韓國衫啦 韓風 那人家是用他國家的力量去培植 可是我們那時候有沒有這樣做 我沒有這樣做 那目前我跟各位報告 目前對大陸的依賴性多嚴重呢 比如說我們在2000那個 2000年的時候 我們對大陸的依賴度只有幾% 12%而已 到2008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對大陸的依賴度多少呢 阿扁路台的時候 我們對大陸的依賴度多少 46% 我12%跳到46% 現在幾%呢 現在已經比50% 那我們外銷到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台灣接單 大陸生產的 在2000年的時候 變成李登輝路台的時候 才12% 後來變成46% 現在幾% 54% 我們的上市貴公司 其實你在李登輝時代 在李登輝時代 我們到中國大陸去投資的 都是台灣倒去的 做不漏去 那種 那種 走去的人 比較多 像頂心就跑去的 所以 就台灣做不漏才去 但是後來政黨輪替阿扁 實在這個8年當中 大量放出去 譬如說上市貴公司都去 以前上市貴公司 去大陸島主委 才幾%而已 才22%而已 到現在幾% 到阿扁路台時73% 現在76% 那你說怎麼辦呢 你說現在 現在處於這個狀況當下 怎麼辦呢 那很多人就利用 中國大陸的這個 這麼大的市場 大家說 啊 既然要去啊 只要對我有好處 所以大家都去唱 大家都去路 那我們現在 坦白講 你說現在政府 他怎麼辦呢 現在阿公只要下一道命令 說以後你台灣的產品 都不要給我進到中國大陸來 啊台灣 台灣 經濟奔本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面對思考的問題 也就是因為 屬於現在這種狀況 他所謂張賢耀 這樣的一個一個案件 舉個例子 這高雲 高雄 高雄在 四五年前 陳菊不是去請那個什麼 樂比亞 他達賴到高雄去訪問 大家記不記得這個事情 當時 當時阿公馬上下一道命令說 好 你敢給我請樂比亞 你敢給我請達賴來 那我以後中國大陸到台灣的旅客 只能到台南不能到你高雄去 他就跟下命令說一下子阿 高雄就變成百業蕭條 開得慣了 行李不好 遊覽車餐廳啊什麼 藝品店啊 整個都那個 那當時怎麼辦呢 當時 就高雄的議長 就帶了立委 帶了很多的業者 帶了一些相關的一些人 差不多五六十萬 跑到大陸去找王毅 是怎樣去求人家 去拜託人家說 這個是陳菊自己個人的意見 不是我高雄市民的意見 所以拜託你是不是可以 把這套命令取消掉 當時我在現場 我不是被邀請去的 因為那一天剛好我在 我是跟會計師公會 去參加 兩岸的 兩岸四地的一個國際研討會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那個 國際法規要 會計法規要改 去再去我都沒有事情 高雄的那個立委 侯彩鳳 他打電話給我說 阿蘇蕾啊 你是不是有事 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 你來道公 叫我去道公 其實我很無奈 我本來不想去 後來想想說 去聽聽也好 去 當場看到那些業者 看到我們的議長 看到我們的議長 看到我們立委 這樣低伸下去的 在求 王毅 你知道剛才我的心在怎樣 我在滴血 我說台灣為什麼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 為什麼要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 我們能夠怪業者嗎 我們能夠怪議長嗎 能夠怪這些民意代表嗎 假如他沒有取消的話 那些人投資的飯店 倒點 餐廳倒點 遊覽車倒去 阿怎麼生存 所以他低伸下去 求他 一講完 後那王毅 就很近 好 我今天下午就取消這道命令 多悲哀啊 多殘酷啊 我當時我想在座各位 我想你們現在臉上都是三條線 是不是很難過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那你說商人 他這樣做有錯嗎 他利益嘛 他要生存嘛 那求完以後 我們還有一個 高雄的 立委 我講話負責任 我把他名字也講出來 鍾紹和 他就跟王毅說 你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能夠 以後你大陸的旅客 是不是能夠從高雄進 從台北進高雄出 或是不是能夠從台北 高雄進台北出 這樣的話能夠增加 前省都能夠有一些商機嘛 那那個航班 是不是能夠增加多一點 因為他現在大陸給我們 都是那個紅眼航班 我們的航空公司 都是拿到那個 最差的 都那種三更半夜的 三進半夜的航班 那當時王毅 就說好 你要取消海峽中線 可以 他說你要增加航班 可以 不過你們要怎樣 要取消海峽中線 各位可以取消海峽中線嗎 當然不行啊 對不對 他這樣一講 前場 前場差不多有一百多人 因為他們那些差不多五六十人 快機師也差不多五六十人 前場沒有人敢講話 都閉嘴 因為他叫我們什麼 撤銷 海峽中線 那那個時候 侯彩鳳委員 我坐在他旁邊 他用腳踢我 因為我從頭到尾 我沒有講一句話 我只坐在那邊看人家在求他 我坐在那邊說 我很難過 我心在滴血 可是當他講這個話以後 他們用腳踢我 那侯彩鳳說 他踢我 一直叫我說 不要點點要講話 當時我就跟王毅講 我說 他說 兩岸其實是悲劇 兩岸其實是悲劇 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戰爭 弄到這樣子 所以兩岸悲劇 台灣就這麼小 你大陸這麼大 台灣怕你是理所當然 你怕我們很 就很奇怪 我說你要我們撤海峽中線 可以 你先把你一千顆的灰彈先撤掉 我說你一千顆灰彈你先撤 我說很奇怪 我們怕你理所當然 可是你怕我們很怪 我後來那時候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說兩岸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就是生母跟養女的關係 我說台灣很可憐 早期都是在 殖民地時代 一下子嘛給你割給河南 一下給你割給西班牙 一下子割給什麼 割給日本 當時李鴻章去欺騙 慈禧 告訴他說台灣是一個什麼地方 他說台灣是一個 鳥不鳴 花不香 男無情 女無意的什麼 盲方之地呀 所以就把我們割給日本 那你今天就說好 你中國我假如說我跟你大陸 是同語 你們一再強調說我是跟你同文同種同血緣 好嘛你是我的生母好了啦 可是你從小就把我送給人家 你不要我 現在我這個養女 靠我的力量長大 靠我的力量茁壯了 你叫我回來回來 我為什麼要回來 你這個養母 你這個養母 每天欺壓我們 在國際上打壓我們 在跟我們簽合約的時候 處處跟我們爭利 你給我們什麼好處 你到底對台灣照顧了什麼 沒有嘛 你很盲恨 無理 靠著你這麼大的大的財力 靠著這麼大的武力 天天恐嚇我們 天天刺激我們 就好比我會計師公會一樣 我們本來是 國際會計師公會 的會員 會員的創始會員 我們當時是用 ROC Republic of China 去加入 那個國際組織 是創始會員國 那我們加入已經二十幾年了 現在你中共 進來了 因為他會計比我們落後 他落後我們好幾年 他都超我們的 那你現在要加入了 既然說強迫 強迫說我們要改名 我們不能夠用ROC 我們要用什麼 要用 台北 要用什麼 台北 什麼 哈 Chinese Taipei 他要我們用Chinese Taipei 我到現在沒有答應喔 可是我們不答應 你知道最後的結果什麼 你就退出 退出以後你國際的組織 你都拿不到你什麼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的話 那請問怎麼辦呢 到最後 要不要屈服 要不要屈服 因為我是 我是公會理事長 那我也背負著 我也跟各位一樣 我今天被欺負 被那個 我滿度厭言啦 我是創始會員國啊 那你就因為你的加入 就被逼迫我要給我改名 那因為其他的會員國 都怕他啊 投票的話 投票表決我們輸啊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都跟他講說 你處處打壓我們 你在跟我們簽協議的時候 你怎樣 你在跟我們簽協議的時候 你處處跟我們爭利 那我幹嘛回來 我幹嘛聽你的 你要當老大可以啊 你要當老大可以啊 你給我台灣什麼好處 他幫我他講了一句話 也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重點 他說 我們給你台灣很多好處 你們中間者哪種 我講話負責任 當場一百多個人在場的時候 我假如說沒有因為那麼多人 我會問他說中間者是誰 也就是因為兩岸之間的矛盾 其實大陸也很怕我們 他很怕我們什麼呢 怕我們真的給他獨立起來 假如我們真的獨立起來的話 他西藏蒙古新疆怎麼辦呢 那我們很獨立他一定打你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兩岸的衝突矛盾之下 他以為他要討好某一些人 某一些特定的人 所以他以為那一些人 可以來怎樣 來影響台灣的所有的群眾 不過他們現在已經發現不對了 好像沒有 非但沒有影響 反而大家越來越那個 所以我們也一直跟他講說 你應該要表現你的善意 你不要再去相信 遊走兩岸的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好像是那個大家講 什麼姜炳坤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林鋒正啊 這些人嘛 那你應該是說 怎麼樣的來讓台灣 大家和平共存嘛 維持現在的這個狀況 你不要打壓我們 你不要刺激我們 你不要刺激我們 你就讓我們好好的在國際空間上去活動 去發展我們自己的自己的 臺灣的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前途嘛 那他不是啊 他就是要那個 那當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他當他要思考的話 我就比較廣 他很清楚嘛 阿扁在野的時候 他喊什麼 喊台灣要獨立 台灣要建國 台灣要跟中共拼 可是你他執政八年他有沒有他有沒有做到 他有沒有做 沒有嘛因為辦不到嘛 誰會要你 誰 你到聯合國去 大家都說我們到聯合國抗爭 當然 發聲我支持 我們當然要在國際上發聲 可是你今天 你國際上你發聲 我們我們都支持 可是大家都知道結果一定是不可能 你可以加入聯合國嗎 我們也很愛啊 可是你要他們的那些理事國都同意你 誰敢 誰敢去得罪中共呢 誰敢 沒有辦法 那今天 像張顯耀這樣的一個角色 他就是利用 游走兩岸之間 是不是 哎呀 我給你透露一點 台灣內部現在在想什麼 台灣人現在在幹嘛 我們千元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那我告訴你一點 或是怎樣 所以是不是能夠 能夠那個 拿到某些好處 其實張顯耀這個事件 分兩個層面 第二個他有沒有泄命 第二個說他沒有泄命 假如說他有泄命 那請問 他泄命給誰 那假如他真的泄命是成立的話 那以後跟中國大陸談判要不要談 還要不要談 以前簽的合約要不要算 所以為什麼當初政府 很多人在講說 為什麼他要什麼 喔還要安排他去當董事長 就好像有點要私了 那很無奈嘛 你今天好 你辦出來 他假如說泄命 我想人人都可以殺他 不要說什麼政府中叫他下台 誰叫他下台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 是不是都可以叫他下台 因為你出賣到我們台灣的利益 出賣到台灣的 台灣的所有的一些一些 到底是不是說我們以前 所有的談判 所有那個都是要 很多是不是你沒有顧到台灣的一個利益呢 所以你為什麼要去簽 那這個當時大家都要重新思考 去檢討這些東西 那這樣的話 那跟中共之間的關係會變成怎樣 那中共會不會惱羞成怒呢 會不會說採取更激烈的一個動作呢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他假如沒有洩密 可是依照我的了解 依照我看了一些資料 他應該有洩密 因為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 他這個人 連到現在有人就在查說他的財產嘛 說他為什麼要這麼多錢 他錢從哪裡來 因為你要洩密一定要去取得某些好處嘛 大家很知道以前的共諜或什麼話 那不是 就是女色 用那些美人計來引誘他 那不然就用金錢嘛 要嘛好色 好錢 那到底哪一樣 他總不會說 十八萬元 沒錢沒錢去做什麼 去說我就是只是討好他 我想沒有這樣的人 那他假如說 他有他的財產他從哪裡來 我現在查到說 他有三棟豪宅 他的銀行存款 包括他貸款他一年 他的一年的支出 他銀行貸款 要還本金跟那個 還有他有每一年要繳一百萬的保險會 他等於一年要三百萬 那你錢從哪裡來 你當陸委會主委 副主委 他的這些職務加起來 不吃不喝 也只過兩百多萬 那他怎麼夠去維持他現在的 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還可以去買豪宅 那錢從哪裡來 現在就是有往這樣的方向 在追查 那當然 游走兩岸的一些商人 或是游走兩岸之間的一些政治人物 他看的是什麼 中國大陸13億人口 將來假如說 我給你中共 我洩漏一點東西給你 取得你的好感 將來我卸任的時候 你只要隨便弄個東西給我 因為大陸很多東西奇奇怪怪的東西很多 而且都是獨佔的 而且他是人質的 他要給誰就給誰 有人在講說 江秉昏他兒子 拿了一種礦產的代理權 那個礦產是世界稀有的 對不對他要給誰都給誰 你只要拿得到這個代理權的話 你就什麼 你吃不要說吃兩代三代 你吃十代都吃不完 吃十代都吃不完 那所以說 就用這樣用力 來 籠絡我們的這些這些官員 那你說 站在一個人性來講 我請問 假如今天有中共來告訴你說 你只要講出說 哎呀我要跟你統一 我就給你 一百萬美金 請問你會不會接受 你會嗎 對不對 有時候很多東西就說 那種人性的一個誘惑 到底你抵得了 抵不了 這樣的這樣的一個那個 那當然 張顯耀他也說了很多謊 包括政府 他也說了很多謊 那兩邊的謊 為什麼要這樣講 比如張顯耀 他說 他說王毅奇 在跟他談的時候 在跟他談的時候 說告訴他用家庭的因素 的理由 就他媽媽很老啊 生病 那那個那個是不是能夠 那個你就說你要回家 照顧你媽媽 你是孝子 所以你就回家去 回家去照顧 那用這個理由給他 那我安排一個 董事長的位子給你做 就這樣 所以張顯耀說 他說 他告訴他的時候 沒有告訴他說 有泄密案這個事情在 有泄密案這個事情在 可是 他寫給總統的信 他以為說 那個那個 王毅奇要他離開 總統不知道 其實怎麼可能 總統不知道 他說王毅奇 要跟叫他離開的時候 沒有告訴他說什麼 泄密案 可是他寫給總統的信裡面 有寫說什麼 他說我泄密 那這個是不是有怎樣 矛盾 矛盾 那因為張顯耀本身 他是一個情報員出身的 他是國安黨委出身的 他其實他這個人很乾 我也不喜歡他 真的很討厭他 因為我到立法院的 我剛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第二天 來立法院上班的第二天 那時候在程序委員會 那程序委員會以後 每個委員都要上台去發言 那剛好前面有一個 民進黨的議員 的立委不知道在說什麼 好 在你買 在你買 其實不知道在買什麼 我就講說 他怎麼這樣子講 等一下 等一下我上台 我真的我要罵他 我要用什麼來反駁他 那時候張顯耀坐我對面 他就跟我講 他叫我拆椒 他就跟我講說 你不能這樣講 等一下你上台去講的話 明天那個頭版頭條 你會給他罵死 你會怎樣 因為我對那個 那時候對政治的判斷 都還沒有很清楚 他說你不要講 你這樣講的話不得了 那我說我點點 他又跟我講說 你是新人 你不要這麼早發言 你應該聽聽別人講什麼 你在發言 你把那個次序換給我 因為我們有登記 那個順序 誰第一個發言 誰第二個發言 我好像是第四個 他好像在二十幾個 後來他就叫我跟他換 我想說 也對啊 我是菜鳥 應該先聽聽人家講 講什麼 後來就跟他換 既然跟他換的話 他上台講的 就是我剛剛跟他講的話 全部給我講出來 全部給我講出來 所以其實他以前在親民黨裡面 人也不好 就每天裝得神秘兮兮的 好像說 好像多大的秘密 其實很多秘密都他洩露出去 包括你要講說什麼 那個什麼扁宋會 還有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馬宋會 後來消息曝光 大家都懷疑是他講的 懷疑是他講的 他為了討好馬英九 那出賣宋楚瑜 當然黃金有這樣的很多傳言 就他為了討好馬英九 那出賣宋楚瑜 現在很多人說 欸為什麼現在宋楚瑜 主席都沒有站出來替他講話 我都不會替他講話 因為他出賣他 對不對 所以他不是說一個 一個真的是很很 大家認為說他是一個很公正 很那個 就是很忠的一個人 所以你看這次出事喔 幾乎沒有人 其實有很多人是為了罵政府 為了罵政府 才在幫他講話 其實這個都不對的 我認為這個都不對的 當然我剛剛提到政府出力也不好 有一些謊話 那張賢耀他也講了什麼 他說 欸那個 你看看他出來之後 他講 其實他蠻厲害 他說總統 你被挾持了 你被蒙蔽了 總統請保重 請你保重 你看看 多狠的話 欸這句話很狠欸 你代表說馬總統是什麼 是個俄皇帝啊 被那些太監啊 被那些奸臣啊 包圍住 還叫他保重 其實他是在威脅 那當然你說兩岸之間的談判 有沒有一些命 有沒有一些 一些 浪步或什麼 其實你說今天台灣 處在這個地步 其實我們剛剛大家談到說 張賢耀去談判這個 胡帽跟貨帽 其實台灣要的是貨帽 台灣貨帽沒有簽的話 很多商 很多的很多的那個商品 都沒辦法去跟人家競爭 因為我們最大的競爭手是誰 就是韓國 假如韓國跟中共簽了 他跟很多國家都簽了 自由貿易協議 自由貿易那個話 那台灣不簽的話 那怎麼辦呢 而且我剛剛講到 我們現在台灣的外銷 外銷依賴中國 已經是50%了 假如說韓國的產品 進進到中國大陸 甚至到其他國家 都免稅 那我們要稅 我們要稅3%到7%的稅 那這些稅 你怎麼廠商怎麼承受得了 可是大陸都欺負我們嘛 他大陸要的是什麼 大陸要的是 胡帽 他大陸要的是胡帽 所以當然有很多人質疑說 那 為什麼沒有一個國家 是先簽胡帽再簽貨帽的 只有台灣 那為什麼會接受 那是到底是怎樣 因為也許 是不是有人洩漏給他說 我們廠商很大的壓力 一定要政府 貨帽一定要過 可是大陸說我不要 你胡帽沒有先跟我簽 我後帽不讓你過 所以他都洩漏這個底牌說 我們一定會要 我們胡帽一定會 一定 沒關係 只要你堅持 我們會答應不可 這個就很很很嚴重的什麼 先簽就把我們底牌 就掀出去了 那你把這個底牌掀出去的話 那在兩岸之間的談判之間 那我們會喪失很多的先機 那張顯耀他到底他是換了哪一塊 他是 是不是說 哎 洩漏了這一些 為了討好 中共 以及洩漏了這些談判底牌 還是洩漏了什麼 那有人講說 哎呀他是不是透過 第二管道再去 所以這個都他都沒有交代清楚 沒有說清楚 所以他只是說 出來一哭二鬧山上吊 出來那取得大家的同情 那把他的整個這個泄密 有沒有泄密這個線 就扭轉了 大家都是處於 一直在處於說 張顯耀說謊 政府說謊 那政府說謊 當然有說謊 因為有不得已的苦衷 今天為什麼 大家很清楚 你說難道那個 馬英九投他派去 還是說馬英九神經 我都知道你泄密了 我還給你安排董事長 他要這樣做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還是有人講說他根本沒有泄密 就故意鬥他 你幹嘛鬥他 假如鬥他就不會重用他 假如鬥他 你現在那個位子多大 陸委會 副租委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 秘書長 你看看一個人兼那麼多位子 代表說多麼的器重他 多麼的什麼 支持他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為什麼要鬥他 那有人說 跟金武宗不合 當然金武宗也很討厭 金武宗以前也很欺負我 那 金武宗 其實金武宗要鬥的人應該是我 不是不是 他應該假如說第一號要鬥了 他第一號要除掉的人應該是羅蘇蕾 應該不會是張顯耀 那有人說真寵 能夠真寵嗎 其實那個都是外面在那邊 那邊講的好像金武宗要鬥他 其實我個人來講 我找不出金武宗鬥他的理由 有人說是為了真寵 說他跟馬英九兩個人 兩個王輝在真寵 因為那個 那我看那個馬英九 馬英九應該會喜歡張顯耀跟喜歡金武宗 他會喜歡金武宗多一點 他不會喜歡張顯耀 因為張顯耀他是怎樣 他是從 他是從 宋楚瑜在親民黨時代 他就負責什麼兩岸 所以他跟兩岸之間的一些人 還有一些事物他非常非常了解 那現在整個政府體系裡面 真正了解兩岸的人 不多了 其實王一騎根本不是咖 其實他用王一騎也是大錯 王一騎根本不懂兩岸 那王一騎就是一個行駐白愛才一家 所以他找個副主委很懂的 所以他找到誰 找到張顯耀 那他既然護給張顯耀這麼大的位 這麼大的權力 這麼大的高的位置 那你當時要用他 我相信 他們也一定會跟金武宗大家商量好了 那商量好了以後 你給他這麼大的位置 你幹嘛逗他 那你說什麼真寵啊 什麼我覺得那個外面 都是外面在插在鬼扯的 還說什麼 他因為安排馬席會有第二道管道 因為第一所謂第一管道是什麼 第一管道已經是正常管道 那其實很多人都有第二管道 包括阿伯也有第二管道 以前阿伯不是在有個記者會裡面 從口袋裡面拿出一張紙來 說這個人是他的兩岸的什麼秘石 那兩岸的秘石太多了 兩岸的秘石太傷啊 什麼一大堆每個人都自身兩岸的秘石 所以很多人都利用這樣的一個矛盾 去取中間的利益嘛 包括我們在國際上 國際上的一個窘境 所以政府有沒有被騙 又被騙了 阿伯實在不是被那個經濟局騙了嗎 騙了幾十萬美金嘛 對不對 那這個都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矛盾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馬英九不可能直接去找你習近平講嘛 所以一定要透過一些管道 那透過那些管道 那這些管道 那這些管道有人就有機可乘嘛 說你看看 我最厚 他比較狠 他比較狠 那他們講說張顯耀是透過第二管道 去安排這個馬熙會 那因為馬英九假如大家都講說 大家都認為說馬熙會是馬英九最想要的 因為他要怎樣 他要歷史定位嘛 那假如歷史定位就是馬熙會的話 他說你看看 兩岸之間我們是第一個 坐下來談的兩邊的負責人 兩邊的代表 那這個確實是以後 要寫中華民國近代史的時候 會寫上一筆呀 可是我以前 所以我也給馬英九吐槽啊 我說假如你馬熙會的話 你要在中華民國的近代史裡面 寫一筆的話就說 你的馬熙會是為台灣人爭取多大的福利嘛 假如你的馬熙會是因為為了見他 而去犧牲台灣人利益的話 那你不是歷史定位 你是歷史臭位 你會留一個歷史臭名 那今天他假如要談 他非常想要 外界都認為他非常想要 他會捷徑一切的方法去馬熙會 因為要歷史定位 那假如張賢耀有第二管道 能夠幫他安排的話 那馬英九是不是要摸起來秀秀 是不是要摸起來秀秀 你看看你真有辦法 我第一管道沒辦法 你第二管道可以 那這個怎麼會踩到馬英九的紅線呢 怎麼可能踩到他紅線呢 所以有時候我是說有時候很多外界的評論 外界的評論 大家也聽聽就好了 就是說你很理性仔細的去分析 我們care的 我們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是因為要趕快督促 檢調查出說張賢耀有沒有泄命 他泄了哪些命 他泄了哪些命 那對台灣的傷害是多大 這個才是重點 而不是一直陷在那個泥道說 他說謊他怎樣他怎樣 每次那個講話出來謊話的 不是什麼黨政高層 就是虎方人士 就是什麼有力人士 不知道什麼人 不知道什麼人 講話有時候媒體自己寫的 昨天寫的跟今天寫的也不一樣 跟好幾天寫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也要聽什麼人 所以兩岸之間 處於這麼複雜 這麼嚴苛 而且台灣對於大陸的依賴度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對他的依賴度已經這麼深 已經這麼的緊密 現在台灣有多少人口在中國大陸呢 有三百萬人 有三百萬人 而且這三百萬人都是什麼 都是中間分子 也就是說是什麼人呢 不是又退休的又留的去住 那如果退休的去也沒關係 就是台灣的中坦階級 都台灣的中坦階級 三百萬人在人家那邊 那假如說那三百多萬人 有多少的家人在這邊呢 假如三百萬人他假如一家有兩口的話 那有多少人在這邊 所以這個整個比例多重啊 所以政府的一個動作 甚至你一個小小的動作 都會影響 影響很大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處理兩岸委員要非常小心 他有政府又不得已的苦衷 你說好 為什麼要安排當董事長 私聊嘛 想說這個曝光出來對台灣沒有好處嘛 我就把你調走嘛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我提到嘛 假如他真的泄滅屬實 泄滅屬實 那以後兩岸怎麼走下去 那泄滅有泄滅的對象啊 是誰啊 那張顯耀總不會去對一個 對一個那個什麼 中國大陸的那個小職員泄滅啊 他泄滅的層次多高 泄滅層次多高 那這個假如說這個人 假如也是現在目前坐在我們 兩岸談判桌上的人的話 那請問你 兩岸還走得下去嗎 那假如兩岸走不下去的話 其實最倒楣的是誰 大家要去思考 倒楣的是誰 那假如有人說 我又不要切皮了 我就跟他切了 我台灣就吃起那個 你以現階段可能嗎 以現階段可能嗎 所以很多都是迫於無奈 跟迫於什麼 迫於現狀 所採取的一些 不合理的措施 所以有時候在講說 很多很多跟兩岸之間的處理 或很多很多 台灣的很多的選舉 或台灣的很多的事 人家說有感情無疏悔啊 就是說你基於那種 對於我們同胞 我們有三百萬 中產階級在這邊 還有我們對他外銷的依賴度這麼高 包括我們很多的那個 所以我們在處理兩岸時候 很多人講說匪夷所思啊 說馬英九是否把他敗掉了 馬英九是否在賣台 馬英九是否在那裡 難道台灣有那麼豪邁了嗎 所以我講 那你想想看 古代有人講過一句話就是說 寧可在小國當國王啊 也不要到大國去當宰相 畢竟他現在還是我們台灣的什麼 台灣總統啊 一人沒有人萬人之上啊 那假如說你說今天他去跟總統什麼 你說喔他去同意喔 跟你當特首啊 很多人說喔他就是要做特首 特首也要給他灌 我講過不用人管 所以寧可在小國當國王啊 誰要去大國當宰相啊 所以大家都希望把他講成那種婚話說 哎呀賣台 我跟你講啦 他賣台的話也不會說 你以為國民黨裡面很多立委都死掉了 會讓他賣嗎 會那麼容易賣嗎 所以不要去扯那些 我有時候聽到這種言論喔 其實是我們自己內部在分化 其實真的內部真的是一定要團結 尤其是對張顯耀這個案子 不應該現在這個現場一天到晚 一直就為了說為了討厭馬英九 為了討厭馬那個馬政府 確實是很討厭啦 因為很多政策喔是都做不對啦 可是我們不能夠因為這樣子 而怎樣 一天罵他就是好像在幫張顯耀脫罪 所以現在整個媒體 整個電視媒體已經有點扭曲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有點扭曲了 對不對 你今天一個洩密的共回 還可以出來開記者會 那當然政府也無能啦 對不對 那你今天還在挺他 還在捧他 好像他是被脅迫 他是被迫害 誰迫害他 我個人的看法認為 我認為沒有人在迫害他 那多少政績攤出來 那是不是有些政績不敢攤啊 一攤出來會變成怎樣啊 所以是不是有難營之苦啊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說 我們在了解整個兩岸目前的現狀當中 就要去考慮去思考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 當然我們跟兩岸之間談判 有些的分寸 有些該守的 也不是說 某一個 就陸委會他們談判 他們就能夠守 有些我們也可以把關 比如大家在談說兩岸租稅協議 其實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你們有沒有人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 有沒有 還有你們家人 有沒有在大陸的 還有你們的親戚朋友 有沒有在大陸的 你舉手我看看多少 親戚朋友應該很多吧 其實你們都要感謝我 兩岸租稅協議啊 當時我們那個張聖和啊 我們那個張部長 我說我躺得這麼好 要簽下去啊 那他到立法院來 他們帶了一群人到立法院來 跟王院長報告 說要簽兩岸租稅協議 找了那個財委會的委員 找了惠鴻泰啦 什麼賴士寶啦 還有我們那個財稅專家 那個什麼曾巨威啊 找了一群財委會的人說 都說好啊 談到非常好的條件 要簽下去啊 他說得很好啊 當時姓輝王院長 我們王院長一名啊 王院長就想說 淑雷是那個 會計師公會理事長啊 所以他最懂啊 是不是應該問問他的意見 所以他就找那個 找那個辦 就是我們的助理員 打電話給我 說看我能不能趕快 過去跟他開會 因為我在交通委員會啊 所以他們不會找我 幸虧那一天我在哪裡 我剛好在立法院 所以我都趕快跑跑跑 過去我兩三分鐘 都跑到那個地方去 後來我又一聽 因為我看過那個東西 王前你怎麼敢簽 這簽下去喔 台商要死了 會害死人啊 我說你們真的很不負責任 因為兩岸的說法不一樣 大陸是什麼 大陸是屬人主義 台灣是屬地主義 他說你只要是人 住在我中國大陸 超過183天 你全世界的所得 你都要乖乖的來我大陸報稅 那當然你在大陸繳稅以後 那台灣再報一次的話 那個稅可以拿來抵 拿來抵 因為大陸的稅比我們重 比我們重 所以一般到最後 想要簽下去的話 以後每一個台商 都會在中國大陸報稅 不會來這邊報稅 那我們知道台商 一個是台籍幹部 他的薪水假如是10萬塊的話 他一定是在大陸報2萬 在台灣報8萬 包括紅海都這樣做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的 你們公司有沒有這樣做 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 他不想讓大陸的員工 知道什麼 知道他們領多少錢 因為你看看 我們領10萬 他們領7、8千 那會不會照還 當然照還 所以他不讓他們知道 第二個理由是 因為大陸的稅比較重 我就報少一點 那台灣報多一點 那第三個理由是 因為他們有家人在台灣 所以就把那部分 當作台灣的什麼 安家會 所以10萬塊裡面都猜2萬 猜2萬8萬 那大陸那邊 因為我們沒有兩岸諸貸協議 沒有簽嘛 所以就沒有互相通報的信息 他只懷疑你說 我不相信你賺2萬 你騙我 我騙你又怎樣 他找不到證據嘛 所以大家只有討價還價 2萬啦 2萬5啦 3萬啦 畫畫就算 就算了 沒有資料 包括台商企業也是一樣 你只要接單 一個訂單接100塊 你在台灣接單 大陸出貨 大陸生產 你只要訂單是100塊 你一定是說 我那邊講成本是80塊 我就報個85塊 我留15塊在什麼 在台灣 那沒有通報都沒事 那你現在一通報了 兩岸諸貸協一簽了 那你是不是要通報給人家 假如人家 大陸寫個信來物理說 某某某在台灣你多少錢 你是要乖乖跟人家講 那大陸很嚴重喔 大陸對稅 大陸對逃漏稅 他們叫做偷稅 判什麼 最高判死刑或無期徒刑 那大陸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話 台灣的稅制是說 你只要能夠逃過5年 你有申報的人 你只要5年 沒有被抓到 縱使他到第8年抓到你的話 你就說 不然你怎麼做 因為有個時效的問題在 你有申報的人是5年 沒有申報的人是7年 可是大陸是無限企業 大陸抓稅的話 他可以抓你10年前 抓你20年前 抓你30年前的 那請問 會變成怎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問張聖和 我說 你現在假如有個台商 我有問他啦 我問他說 那你簽這個協議的時候 你有沒有簽到兩個條件 一個是所謂豁免條款 就既往不救 因為香港是這樣簽的喔 香港是說 我現在簽了以後 就以往後為準 以前怎樣既往不救 我說你有沒有簽到既往不救 第二個 你有沒有簽到刑事豁免權 我說香港有簽到說 大陸不能夠用 香港政府提供的這一些租稅的資料 作為刑事判決的依據 你有沒有簽到 他說沒有啦 我沒有你敢簽 我說假如有一個台商或台籍幹部 是因為你中國國民黨執政的財政部 給人家的資料 讓他去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話 你倒閉了啦 你倒閉了 他臉就很臭 他說真的這樣嗎 我說我自己倒啊 那還有再來 我說還有一個更嚴重的 大陸是屬人主義耶 因為假如兩岸租金一千 那你相信我請問你 台商會選擇在哪裡報 台商會選擇在大陸報啊 任何台商他在台灣裡面的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財產教育所得 政見教育所得 說了所得都要怎樣 要去人家報啦 包括現在美國在追稅也是一樣 美國也是屬人主義啊 你假如為什麼現在很多人要趕快去放棄美國籍啊 你只要有美國的居留權 你有美國的國籍的話 你在台灣的所有收入都要到美國去報啊 不然的話你只要去美國海關 他把你抓去關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驚恐啊 那你現在你這樣給他弄下去的話 那請問只要我們任何台商或台籍幹部 他在中國大陸居住超過183天 你台灣的所有的問題都要去人家報啊 你去人家那邊報的話 那台灣稅還收得到嗎 當然收不到 所以後來幸虧王院長英明把我叫過去以後 我們把他怎樣 擋下來了 所以我們把他擋下來了 我說不能簽 我說除非你是簽到我講的那幾個條件 豁免權 還有最重要他簽到什麼 大陸歸大陸 台灣歸台灣 我台灣的這些財產 我台灣說這些所有所得 我不應該到那邊去報 就所謂我們的本位主義 我說你簽得到嗎 我說你簽得到你再來說 所以當然有一些協議 那當然有些我沒有看到的 包括什麼儀業協議什麼協議 因為那個不是我管的 我也沒有管那麼多 那在這個談判就是說 剛剛我們舉例子就說 明明是這麼嚴重 那你說我們這些談判的這些人 他腦筋有沒有秀斗 難道他不懂嗎 那會不會就是因為 為了磨取他個人的某種好處 我就犧牲了什麼 犧牲了其他人的利益 所以張賢耀有沒有搬這樣的角色 他是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大家要去思考的 大家要去醒思的地方 而不是說一昧的來替他 來說好像迫害 造成一個被迫害的形象 我想這個都不是我們所要看到的 所以我想就藉這樣的機會 簡單的跟各位來報告我們這個 那大家對張賢耀的案件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先給大家問我再繼續講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其他跟張賢耀無關也可以 那其他跟張賢耀無關也可以 那其他跟張賢耀無關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意見 你說 有幫您講 沒有要寫 對嗎 對我們的案件 對我們來講 是蠻有通過的 不好意思 羅遠雲我是覺得說 你剛剛講這個兩岸租稅協議有沒有 像這個細緻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沒有實際有聽過 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蠻有收穫 像這種實際的可能 對我們來講就是 對蠻重要的理解這樣 所以我們給羅偉鼓掌一下好不好 好 譬如說兩岸金融協議 兩岸金融協議叫MOU 當時要簽的時候 我把它打成什麼 我把它打成money ou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印象 有沒有這個印象 就是說 當時自由時報寫了很大的一個頭版 他那個頭版是要害死我的 他寫說 羅書雷講MOU就是money out 為什麼我把它打成這個樣子 兩岸金融協議是處在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對等 那這個不能夠怪千的政府 是因為國際的法律 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都是加入WTO了 那加入WTO以後 可是我們是用已開發中的國家去加入了 大陸是用未開發中的國家去加入了 其實這個不對 現在大陸已經比我們發達很多了 所以就應該是要這個要改 可是目前還沒有改 所以我們是已開發他是未開發 所以已開發中的國家 只要有任何人要到台灣來投資的話 都是要準國名待義 就是他們任何的企業到台灣來 都要跟我們國人一樣 也就是說兩岸金融協議一千 大陸的銀行假如要到台灣來的話 他要來幾家都沒有限制 他要怎麼做你也不能管他 基於商業就是市場機制 你不能管他 那我們都知道 大陸的銀行 他只要一家 都比我們台灣的所有的銀行加起來都還要怎樣 還要大 他不要一家來 他不要說什麼全部都跑來 他只要兩家來的話 你台灣的這些銀行死光光 那他來了以後我們都很清楚 大陸對台灣 他們考慮的不是什麼 他們考慮的不是經濟利益 他考慮的是什麼 考慮的是他的什麼 統戰嘛 這個很清楚的嘛 他到台灣來他可以虧本 他可以虧得要死 10億他可以用15億跟你買 他目的是什麼他是同戰 所以他假如他的銀行到台灣來 他給你說好 你看現在銀行的定期存款利息只有多少 1%嗎 他給你好你們任何人到我 大陸的銀行來存款 我都給你3% 甚至5% 因為他們大陸差不多4% 我給你5% 沒關係我13億人口 來養你2300萬人我還養得起 我給你5% 請問你 台灣的這些人的存款 會不會到他那邊去存 會嘛對不對 誰 尤其是那些喔 退休人員啦 他只有這塊 這塊布而已 都會利息比較高 我一定跑到那邊去嘛 所有人的錢都跑到那邊去 再來 好貸款的利息 貸款的利息現在幾% 台灣差不多2% 還3%嘛 甚至有都到5%6% 好 我優待台灣 我愛護台灣的同民 同胞 我要促進台灣的產業升級 我每個人來我這邊貸款 我都給你1% 你會不會去那邊借 你的廠房 你的機器 你的土地 房子 全部都抵押給他了 所以他要不要派軍隊來打我們 不需要嘛 不需要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整天就再見了 你都跪下去舉白旗了嘛 所以那個能簽嗎 當然不能簽啦 還有我們去他們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是已開花中的國家 我們好偉大喔 那是老大 他小弟 所以他來我們都可以 我們去他那邊就不行了 我們那邊去他那邊 他來可以馬上開銀行喔 他沒有限制喔 那我們去他那邊的話變成怎樣 我們要先設辦事處 過三年再幫昆行 再三年的話才可以 設銀行 所以你要等多少等六年 而且還有區域的限制啊 因為他是怎樣 他是未開花中的國家 我們是已開花中的國家 當時真的要去簽耶 那時候我們經管會的主委說 我這個一定要簽 不簽不行 那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我在黨內裡面 我一直擋 沒人理我 他們罵我說我是好像是在唱完調 後來你不理我沒關係 我就跑去跟自由時報的記者講 我還上那個三立電視台罵他三天 後來一罵了以後 後來那時候立法院就為了這個 就成立一個叫做MOU的考察團 那時候財政委員會的這些立委 還有我 我們到上海到北京去考察 後來回來以後 賴斯堡對著全國的觀眾 其實在講說 考察團的結果證明羅蘇蕾是對的 所以後來 所以我們把他擋下來 擋下來以後現在修改 修改資訊一家 而且他所有的條件一定要跟什麼 跟我們台灣的銀行一致 你的所有東西你不能優於 我們其他的銀行 你要來可以 你乖乖的跟我們銀行一樣 我們中央銀行定的利息幾%你就幾% 換款幾%貸款幾%你就幾% 可是現在怕又什麼 他們現在也沒辦法做 因為我在擋 就那個資料 就是征信送信的資料 因為他要做貸款的話 他是不是要做征信 那征信我們的個資是不是要洩漏出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還在擋 我們不能夠擋 所以他現在沒辦法做的理由 現在就在這邊 那我們盡量來把它扣住 所以他們現在有啊 有來台灣設分行啊 現在設在101 101的那個大樓裡面 因為他不敢 他設在樓下也沒人會去 因為他放款沒辦法做 他一些征信資料 沒辦法拿 那這個就有一些個資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兩岸真的是很敏感 你又要 又不敢要 要的太多不行 要的太少又吃虧 很多人在罵說 你看看 我們到中國大陸投資現在都快上 都快上千億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的人到 我們這邊來投資沒有 沒有 為什麼他沒有 因為你不敢當他來啊 你不能讓他來啊 他很愛來啊 他說你不要說 你過去我們那邊一千億 我來這邊給你三千億 五千億都可以 你敢當他來嗎 你敢當他來嗎 你當然不要嘛 所以這台灣外國就說 你怕死啊 怕死啊 所以就處在這種很 尷尬的 尷尬的處境啊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一直在跟政府講說 台灣應該怎麼做 應該怎麼做 比如現在所謂的 自由經濟貿易區 什麼叫自由經濟貿易區 要不要做 自由經濟貿易區一定要做 可是要叫自由經濟示範區 可是你不能一下子做六個 什麼叫做自由經濟貿易區 經濟貿易示範區啦 因為台灣現在我們要跟世界接軌 你一定要說我要跟美國簽FTA 我要跟誰簽什麼什麼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們有些條約是為簽而簽啦 因為民進黨一天到晚來罵說 你看看 你們都一直一天到晚跟中共簽 都不去跟別人簽 你看看都一直鎖國鎖到中國大陸去 天天罵 那麼國民黨也是很爛很笨 就為了怕民進黨罵 就去簽 其實都是簽什麼 都簽賣生器 你跟澳洲簽的那個 跟紐西蘭簽的那個可以見人嗎 你跟新加坡簽的那個可以見人嗎 因為只有中共會讓利給你啦 其他國家會讓利給你嗎 沒有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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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沒有錯沒有錯 就好了啦 為簽而簽 就是為了說喔 不然讓 那個民進黨不要不要讓很多人罵說 你看看你都鎖進中國大陸去 都不去跟別人簽為簽而簽啦 所以很多的協議都簽了 都是害死台灣了 所以我是不主張 你去簽什麼東西 那當然台灣要不要開放 要不要走向全世界 那這是世界潮流一定要做的 那所謂經濟示範區就是說 因為 當我整個台灣要跟世界接軌以後 會變成什麼樣不知道 所以我就應該要先弄一個示範區 那什麼叫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越自由越好 政府管的越少越好 也就是說 當然我比如說把台灣就是門戶全部開了 那跟世界接軌 你看新加坡都可以做 那個韓國做到什麼程度 韓國都可以做到說 他的經濟示範區裡面的公務人員 可以用他們外國人 比如說你中國大陸在這邊投資最多 我那個官員就用你用大陸人 因為讓你知道他最了解你們 也就是說 越自由越好 越開放越好 因為什麼都基礎都沒有 就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就是無人管的世界 那可是無人管的世界裡面 一定會碰到很多問題 所以要慢慢慢慢修改 包括 中國大陸也是一樣喔 中國大陸他在上海 上海紅橋他不是有個經濟示範區嗎 他做到什麼程度呢 他是共產國家喔 他敢給你開放到做期值的交易 期值就股票 股票那種指數期值的交易喔 那個全世界最大就是新加坡 現在新加坡嚇死了 他不敢不敢 現在新加坡拼不過 那個中國大陸那個 那他做了以後 也會發生很多困難 他再慢慢慢慢去修改 就欸我這樣做 有什麼問題慢慢慢慢修改 所以才叫示範區嘛 那台灣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做一個地方 我做個示範區 那做下去以後 因為我們現在沒做 都沒人知道 都想像的 民進黨在罵的說喔 你一定會來 欸你什麼一定會怎樣 都是那種假設 都是那種問號 沒做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是要做 那你就抓一個 抓一個七塊 我叫示範區 越開放越好 越沒有技術越好 越想像成為說 我這個就是一個 自由 全世界接軌 就當作是一個 無什麼 無國界的一個區域 當作說 這個區塊是 全世界每一個人的 所以這樣來做 那萬一做了結果 你有問題 你再慢慢去修改 香港也是 香港 那個大陸 韓國都是一樣 做了 修改 慢慢改 大陸也有很多 碰到很多錯誤的 很多政策不對的 他們修改 那台灣應該也是用 一區 來做 那做了以後 不對 慢慢慢慢修改 而不是說 喔 叫什麼 五海一空 當時他講 五海一空 我說都是空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考量 都是政治考量嘛 他說 那個 假如我設在台北 高雄人會罵我說不公平 我說在彰化 齁 那個他說我不公平 那大家都真 每個地方政府都真 所以就變成什麼 五海一空 啊五海一空 全台灣都空空空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經濟的首長 他沒有那個 沒有 你說今天假如我 我是金監會主委 我說我都選擇在彰化座 你們都給我閉嘴 我說做 做不好 不對 我下台負責嘛 是不是你要這樣子 來那個 不是 就碰到選舉 碰到政治壓力 整個都 亂套了 那民進黨 有民進黨的考量 民進黨希望你國民黨 越做越爛 他才有機會 所以他當然什麼都給你反對 什麼都給你反對 什麼都讓你做 那這個是為國家好嗎 那國民黨也是 沒出席 人家一反對一罵 馬上就屈服 所以 這就是台灣今天 為什麼會讓中國大陸有機可勝 就你自己內部就在那邊 在亂嘛 在亂嘛 那你這樣亂下去 對台灣是好的嗎 對台灣好嗎 對台灣不好嗎 因為我們已經這麼困境 困難這麼那個 就不應該再去為這些去亂 所以包括張顯耀的案子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去思考 思考說台灣未來的走向是如何 當然我們 我知道我們 我們本協會是說 哎呀 我們是看能不能 那個美國的一週 我也很希望 所以很多東西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的去 做 而且內部一定要團結 假如內部自己在廝殺 啊台灣現在就變成分裂 好像大家眼裡面只有什麼 只有藍綠 好像大家都變成色盲 只看到藍看到綠其他都看不到 很多人想說 哎呀羅蘇雷 假如你是民進黨我就投你 那國民黨說 啊你是國民黨我都投你 那我說假如我兩邊都 我都不是的 那我們不會投你 那同樣的一個人 同樣的一個人 可是在這樣的一個選舉氛圍之下 既然變成這個樣子 那有些都是一個假象 有些那個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讓中國大陸 他有機可乘 他現在知道說 你台灣經濟 經濟 你要依賴我 你現在已經依賴我這麼深了 而且有越來越深的 越深的現象 那你說今天說 哎呀那你馬英九 你為什麼要把它全部 帶到中國大陸去 為什麼要陷這麼深呢 一部車已經開這麼快了 你要踩煞車的話 你要慢慢踩 而且還要踩對方法 你只要踩太快的話 翻車啊 所以他能擋嗎 你說今天兩岸 兩岸之間的一個交流 任何的協議 一波一波要簽 現在很多企業家 一直脅迫說貨帽一定要簽 不簽的話 韓國簽了以後你怎麼辦 韓國假如再加入 加入TPP 再加入FTA 那因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韓國 可是台灣人 你說大家在講說 我們自由民主意志這麼強 可是台灣是沒有錯 意志很強 可是很多東西又很不強 偏偏 人家韓國抵制我們的台貨 抵制我們台灣的那個影片 他們自己在他們國家裡面 可以限制就是說 我某個時段 比如說我是八點鐘 就什麼人家說八點檔 他那個時段不能夠播任何序劇 只能播他們自己的韓劇 可是我們台灣不是啊 我們雖然是罵韓國 可是我們愛韓國的韓貨 我們愛韓國的序劇 你看韓劇多流行啊 韓風啊 很多人家都講韓國的東西啊 只要到台灣來試驗成功的話 就銷到全世界去的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意志嗎 我們有沒有說 韓國跟我們競爭 我就不要用韓貨 我就不看韓劇 不僅我自己不要 我還叫我的兒女也都不要 這辦得到嗎 沒有 韓國每一年你看看他那個 Samsung的那個手機啊 他占台灣市場占多大 我們為什麼不用我們HTC呢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就說 大家要去思考這些問題 當我們要求政府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想到說我們能做什麼 那當然政府不可能站出來告訴你說 你不能用韓貨 你不能看韓劇 那你們要怎樣 對政府來講不能講 跟你民間的力量 你是不是應該要 稍微的做一些 對台灣有意義的事情 是不是呢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問題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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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有些人,今晚的政党,政党的委員。 我昨年來的,我剛特別是台灣民進府的官員在那裡。 而且,現在最愛做的這個, 民主黨,民主台灣。 而且,也是台灣民進府的前言。 在座的呀,都是純粹的,奔奪台灣人都丟了。 而且,將來台灣民進府,所謂台灣民進府是說, 台灣人民啊,會對台灣執政的人民。 你一定是了解的。 可是,農委員你今天精彩的演講, 我相信你是中華民國國委員的興奮。 你要所了解,台灣民進府的主張是,不費。 我想,沒關係啦,我們任何,任何都那個。 其實我也跟各位一樣啊,坦白講,在我的,在我的內心深處裡面,跟我腦筋所想的。 我管你國民黨要倒,你去倒。 我管你民進黨要死,你去死。 台灣不能死。 這個是我的,忠心思想。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只要有危害到台灣的,利益。 我一定擋。 我管你開除我,還是不開除我。 我在當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我就可以這樣子做。 在國民黨裡面,我是被罰錢罰最多的。 那我有,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我自己的想法。 有些人罵我說,你既然你核市, 核市你同意,那個停止。 為什麼你去同意,核市的預算。 這兩碼事耶。 核市停建。 我投贊成票,所以我被罰錢。 可是,民進黨去提核市的預算要刪除,我反對。 那你要說,你不是前後矛盾? 你是不是在嬉笑? 因為你核市的預算, 已經當年都做了, 這跟衝衝都做了啦。 那是分期付款的嘛。 比如說第一年變得好,第二年變得好,第三年變得好, 第三年變得好,第三年變得好,第三年變得好。 你跟核市停建的時候,你是海市就什麼人? 海市的一些廠商啊。 那你民進黨是怎樣? 民進黨,我總給你亂啊。 我總給你亂啊,我總給你亂啊。 因為核市停建,所以核市的預算要停止。 對嗎? 不對的啦。 所以我每一個投票,或我每一個作為, 我都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絕對不會去受任何人控制的啦。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啊。 因為我不要當立委很好啊, 我可以去當我的會計師啊。 我是會計師公會理事長耶, 我不是沒有業務耶。 假如說在座各位有認識會計師的朋友, 你去打聽打聽看看啦。 對不對? 我是放棄兩千萬年薪招來做業務耶。 對不對? 是莫名其妙。 是莫名其妙跑來的啦。 我本來是不婚區立委是排名三十名, 因為那時候我更不想來。 所以宋主席找我的時候, 宋主席找我的時候, 那時候排名說排三十名。 我說,你本來要把他排到頭上, 我說,沒有,沒有,我沒有。 我說,你把他排三十就好。 代表你要願意排我當不婚區, 就是一種肯定。 所以宋主席那時候是認為說, 立法院沒有一個能夠看得懂預算的人。 所以他希望有個會計師, 所以他找我。 可是我不想要, 所以那時候是排三十名。 可是我莫名其妙, 我是從三十名跳十四名。 我自己都慌掉了。 因為當時是國慶合作, 那給三席安全名單, 一席在不安全名單, 就三十名。 那後來那個十四名的那個, 十四名那個就梅長坤的姐姐。 就梅長期。 他說他到今天喔, 都還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簽戶口。 他一個晚上睡覺, 然後他睡覺的時候, 他就一直做夢, 就一直有人跟他講說, 你明天要去簽戶口, 你明天要去簽戶口。 所以他就第二天早上起來, 他就拿他哥哥的戶口名簿。 因為他也沒有買房子, 也沒有搬新家, 都沒有喔。 他就拿他哥哥的戶口名簿, 就跑去簽戶口。 戶口一簽就資格不符。 就資格不符, 所以我是三十跳十四。 那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啊, 其實當時我人在國外, 那我想三十名你擺一擺啊, 更不可能嗎? 因為顯得再好一次到二十名而已啊, 三十個沒有希望, 所以那時候我人在國外。 那這個故事我上, 在前面也有講過啊, 我可以講給大家聽, 蠻好玩的。 我當時也覺得三十名沒有希望, 所以我是帶著會計師工會的成員, 我們去銀南西酸版納去開會, 順便去旅遊。 要回國的前一天, 回國的前一天, 我們到一個地方叫龍門。 然後那個龍門, 它上面有一尊觀世音菩薩, 就一個峭壁上面有一尊很大尊的觀世音菩薩, 那觀世音菩薩的腳邊, 它有一個洞, 差不多是這麼大的洞, 就風化也有一個洞, 那當地的地培啊, 齁, 有夠, 你知道大陸的那些地培齁, 有夠, 很會講, 他說你只要有用人民幣一塊錢, 只要能夠投進去的話, 你就可以講, 想當皇帝的當皇帝, 想當宰相的當宰相, 想聖官花財都可以, 給你講的天花亂醉, 那我們到的時候, 很多老外喔, 那老外都很高喔, 有些都兩百公分, 一直投一直投, 沒有辦法投進去, 因為很高, 蠻高的, 然後那時候老外走, 我們很多會計師啊, 那些男生也是拼命投, 看很多想當皇帝的都去投, 那, 我那時候我不想投, 也想那高的人都投不進去, 而且我這個人, 我也沒有什麼運動細胞, 籃球每次都投不進去的人, 我根本不會想投, 我不想投, 那我的助理一直, 我那秘書一直叫我投, 我都啊, 不要不要, 不要想投, 丟臉, 不要投, 因為理事長要保持一點身份, 因為那時候還有大陸人在旁邊, 馬上投不進去, 很丟臉, 我不想投, 後來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不知道誰掉了一個, 有個人民幣一塊錢就掉, 不知道誰掉, 就滾滾滾滾到我的腳邊, 那我的秘書就拿起來, 就給我說, 理事長投一下啦, 我就拿了, 我就一投, 進去, 當場有一二十個會計師在那邊, 因為他大家都沒有想到, 我會投進去啦, 所以當然應該要趕快攝影啦, 我說, 不過我們後來有在那邊照一張相, 我一投進去, 第二天不是回來嗎, 第二天一回國, 一下飛機, 一個記者打電話給我說, 喔, 理事長恭喜你耶, 恭喜你三十名, 跳十四名耶, 我說笑耶, 我剛剛把他掛到, 就照片集團, 後來回到, 後來回到, 再回來的路上, 就接到親民黨的那個, 秘書長秦京勝的電話說, 啊, 你趕快到黨部來啊, 有重要事情跟你講, 我給我什麼事情, 我一跑去, 他告訴我說, 後天要登記了, 請你趕快去準備一些資料, 我整個人都認住了, 因為我真的打從心裡面, 我沒有要來當立委, 我家人全部反對, 我媽媽反對, 我媽媽九十幾歲, 我媽媽到現在沒有來過立法院, 我媽媽說, 你好好人不做, 每天都一樣, 你的官員最討厭的人是誰, 對不對, 像前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裡面, 他們最討厭誰, 討厭羅書雷, 那些國營事業的一些員工, 天天寫信到國民黨黨部說, 叫他要開除我, 因為我擋了他們很多財路, 很多益酸幾乎是, 都大部分現在可以講說, 益酸在砍的齁, 差不多只有羅書雷, 很多弊案都是我做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 很多相關的新聞, 那家人都反對, 那是莫名其妙, 可是他已經三成跳十字門, 我不能說我不要了嘛, 所以我是硬著頭皮, 來到立法院, 那時候我都告訴自己說, 是觀世音菩薩叫我來的, 所以我要好好做, 我管你國民黨怎樣, 我管你民進黨怎樣, 只要是對台灣有利的, 只要是對台灣老百姓有利的, 我不在乎說我是為誰為什麼, 都不是, 我是對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對得我的良知, 我只是跟我的自己的良心, 跟我的良知交代, 我不需要去跟任何人交代, 所以你說什麼金埔沖啊誰啊, 我根本沒有在甩他, 他一天到晚陷害我, 可是他也陷害不成, 因為我坦蕩蕩嘛, 所以我是直接說, 我們共同的努力的目標, 其實都是一致的, 台灣礙於現實的狀況, 你說我們可不可以叫做台灣國, 我們不能夠叫做什麼台灣獨立, 大家都知道, 我們內心深處都很清楚, 因為我們一個派出兵, 很派很派出兵, 你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忽略他, 你也不能夠說我不要看到你, 他就是隨時就在你的身邊, 全世界都怕他, 全世界那個, 我們很多無奈, 可是無奈怎麼辦呢, 就是要靠大家團結, 我們靠大家要團結一致, 那我們應該好好的, 怎麼樣的把台灣的整個經濟出來, 因為你如果有錢, 你怕什麼風, 你覺得台灣很悲哀,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在二三十年前, 早期, 兩蔣時代, 包括李登輝時代, 你去全世界各個國家, 到歐洲國家, 你看看很多的產品, 都是make in Taiwan, 衣服, 腳踏車, 玩具什麼, 都是make in Taiwan, 你去看, 你到國外去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超級市場, 看到make in Taiwan, 你是不是心裡面就是很, 那種感受是不是很那個, 可是你現在曾幾何時, 一二十年過來, 你現在到全世界各地去, 你看到的是什麼, make in China, make in China, 那我們還能夠再繼續鬥嗎, 我們大家還要, 還要再這樣, 為某種政治利益去鬥去爭嗎, 不應該, 所以政府對了, 我們要支持, 他不對了, 我們要反對, 可是你不要說, 對了也反對, 不對了也反對, 對嘛, 不對啊, 這樣好嗎, 這樣不好, 靈魂市場, 靈魂市場, 包括一家, оля一切的工具, 花都行得, 聯合共貸工搜, 台海中無 Meinberg, 核四喔, 核四是一個大閉案。 核四是一個大閉案。 當初啊, 以前我們的核能電廠, 核一、核二、核三, 都是整場包給奇異公司去做的, 你整個包多少就位這幫做嗎, 有变更预算追加预算再来那个 后来就为了台电 他认为说我们干嘛包给人家 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产业升级 我们要自己做 听起来是不是很赞 听起来是不是很对 自己做啊 我要培养我们自己的产业 但是就说人家说 没有那些卡通吃那些下油 你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做 他不是 设计是旗艺的设计 那因为旗艺的设计 我材料只要跟旗艺买的话 那公町价格啊 是没空的 我说穿 我是用温号啦 我是用温号哦 我说是没空的 我说穿 明明旗艺设计的 你为什么要去买日本的 日本的那些零件 买了以后都不 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一直变更 变更一次变更 变更了一大堆 盖得一塌糊涂 现在总共花了快三千亿 对 可是你历届的这些董事长 走的走 都离职了 因为盖了太久 盖了几几年 盖了将近二三十年 当时负责任的人 现在都不见了 细的细的 你能怎样 可是我们能不能用 因为他花了三十亿 那你就让他去运转 我们的命笔三千亿 还要值钱 大家说是不是呢 因为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 一丝一毫的风险 0.0001都不行 那我就想很简单 因为当时他在盖的过程当中 盐能会 因为都有去把他检查 有列出一千多项的缺点 那我跟台电讲 我说很简单 我们不要讲外面乱讲 就你盐能会所讲这一千多项 你怎么改进 你做个对照表给我 因为你要说服我 我说好别人 我说我敢讲说 你假如有办法说服我 你就有办法去说服 全台湾的人民 大家说是不是 对不对 我说你先说服我 你假如你说服我 我就 你去讲 可是你没办法说服我 你要叫我去给你辩 这种话我讲不出口 因为我是死守台湾的 将来何事发生问题的话 死也死得过 对不对 我是跟台湾共存亡的 我绝对不会移民的 因为我的亲朋好友都在台湾 对不对 怎么可能移民 所以我一定是坚持我的立场 我说你说服我 你把这一千多项列出来 我说你哪天列给我的话 你哪天说服我 然后我就同意啊 到现在没有给我啊 没有说服我啊 所以我反对啊 那现在没办法 已经造成这样的一个大怪兽 那台电跟中油错综复杂 那个很可怕 记得我刚来立法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人家说 蔡椒子不怕死 我那时候我那个张硕文 大家不知道张硕文知不知道 就是那个云林的张硕文 后来人家讲说什么会学什么 不管他怎样 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 那时候他当书记长 我当副书记长 我们两个人联合啊 去把台电跟中油的年终奖金啊 本来是4.6个月啊 我们两个硬把他砍下来 变2.5个月 这是唯一一次哦 唯一一次就是你看看他们领奖金哦 唯一一次领2.5个月 那个就是我跟张硕文 我们一个书记长 副书记长我把他砍下来 可是我们砍下来 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 大家都砍人砍人 跟他说 罗叔你吃欧巴吗 你穿得热吗 你注意 我穿得很热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天天可以用那个电话 给你轟炸你的办公室 当时说要发动台电的员工 来包围立法院的办公室 包围张硕文的办公室 你知道那个压力多大 还有很多这些国营事业的 他们这一些 他们大部分都是加入 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在党员的基础会议 就是党员大会里面 或是在一些基层的座谈会 比如说我今天来这边演讲 他们一定要应我去 我不知道大家也看 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说金武冲压着我 说要面对党员 他说很多党员都在骂我 所以叫我去面对那些党员 他以为我不敢去 我还是去 那时候很多人骂我 我都把他骂回去 因为我从来没有为我 罗属的个人的任何私利 那后来他们可以在党员 就在一些座谈会里面 就站出来轰我 说你天天骂国民党 我说我没有骂过国民党 我是骂你不对的政策 我说是骂你不对 会危害到台湾人民 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政策 我是在骂那个 就故意这样 混淆 这样骂我 这样攻击我 你说有谁受得了 电视上这样子 所以我妈妈 我90岁的老妈妈 说不要啦不要做啦 回来啦 你干嘛你冲啥 每天你冲门 好好人不做 对不对 我在当会计师 我一年半年在旅游 我半年可以带我妈妈去旅游 我全世界跑一百多个国家 我来当立委以后 我几乎都没有出门 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 九点钟进去 坐到下午五点 因为我怕说 我连上厕所都不敢去 因为怕说我去上厕所 那一刹那汤中 他们去偷偷地过了什么法案 有时候早上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饭丸啊 我很喜欢吃那个台湾 那个饭丸里面包油条 那个饭丸啊 我一个饭丸 可以从早上吃到晚上 我过这样的生活干什么 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个理念 那你说以前 我是游山玩水很快乐 可是真的很快乐吗 可是我现在来当立委 我觉得我很快乐啊 因为帮很多人嘛 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那假如能够替台湾的老百姓 替大家做一点事情 我都愿意 那当然我妈妈是很气的 你看 他到现在我来立法院六年了 我妈妈没有来过立法院 她说不可能去啦 想说你算不掉啦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都跟我妈妈讲说 妈你也来中博走一个 没有人会说我很不好 一定跟你不好 人家一定说我很不好 所以你看 人家跟我说 你看你老婆就不来 你一定很肯定 你怎么你都一定跟你妈妈不好 其实我的亲戚都知道 我跟我母亲感情很好 可是我来当立委以后就变成不好 对不对 那当然他也是出一片善意 他也是好心 他也知道说我干嘛 一天到人家恐吓 威胁 包括國安黨委都跟我講說 你那個要不要派個保鏢 我說不用了 不要浪費國家資源 可是我想我會堅持我的立場 包括我去批判什麼 我都是有所本 但我不管你什麼國民黨 不管你民進黨 民進黨不好的 我們要把它弄出來 很多地方 民進黨對不起台灣 國民黨對不起台灣 這二十幾年來 總統都要負責 台灣今天走到這個地步 這二十幾年來的總統都要負責 為什麼我們會被中共掐住脖子 很多都是很無奈 所以真的拜託大家就說 真的我們要團結 不要去分說 哎呀你什麼 你哪一生 你什麼那啊 那都不好 只要愛這個地方 讓我們大家好好共同 我生存在這個地方 大家合作 那讓台灣更好 否則走不下去 那你要想說 很多人說哎呀 我們都有飯吃 都有那個 可是你要想想你的兒子 你的孫子 以後你的真孫孫 以後這些年輕人 如何在這邊土地生存 所以我剛剛一直在強調說 張顯耀案子 它絕對是一個洩密案 是一個共諜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討厭馬英國 罵這個政府 而去支持這樣一個那個 我們好好靜待施法 讓他調查 施法一定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你看他起訴是不是要怎麼死啊 起訴跟不起訴 那假如不起訴 你鬥爭 那你馬英九 你金虎聰 你們就要護你們政治責任 那這個不用等大家來講 我想大家很多的民意代表 包括我們也都會提出批判 那假如他是洩漏台灣 出賣台灣主權的人 我們絕對不可能擾他 對不對 你不能夠因為你某種利益 來傷害到我們的利益 好 報告羅尾 就 從剛才到現在 您的演講就是 我想這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還是 我知道 可能不是單方面的問題 就是一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一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我想最導音最主音的原因 應該就是在台灣人 跳脫不出所謂的框架 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上的對立 那你認為這個意識形態上的對立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進 因為可能這個要牽扯到教育的部分 教育又會牽扯到社會風氣的部分 那您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有什麼可以改進的措施呢 那個台灣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就是說從教育還有從媒體 其實台灣你說自由 自由以後媒體的開放 有時候媒體的開放以後 就變成每一個某種電台 就它的一個 他們的一個意識形態的操作 比如大家都知道什麼TVVS啊 中天啊 都比較傾向什麼大中國主義 那三立啊 民視啊 都比較傾向於什麼 台灣獨立或是什麼 就是說那個媒體的一個操作 確實是亂套了啦 那你又政府又拿不出一套方法 就是說讓你對事情的分析 能夠中立一點 那可是這個也是牽扯到他們很多收視力 你假如講那個什麼教育文化的啊 講那些比較那個都沒人愛聽 那個收視力都很低 那你假如天天罵政府的啊 天天說他的啊 那個收視力都很高 那因為你收視力一高的話 廣告就進來了 他才能夠生存嘛 所以就是為了都是 想來想都是那個利益嘛 那現在大家 當然我剛剛一再提到說 確實是政府是做得不好 可是也沒有說壞到那種程度說 每天要賣到那個程度啦 它是不好 但是很多也是大環境的因素啦 我剛剛提到嘛 你從李登輝時代到阿扁時代 一直到現在 你整個經濟都傾斜到那邊去了嘛 那你說當初 李登輝戒指又能對的 可是他沒有讓產業升級嘛 阿扁兒也是整天 高高低低低低低低的 那就齁 一直過去 上市規公司全部去 所以很多東西不是說你所能的 可是 大家不了解這個時候 就馬上去 在裡面在裡面在裡面 在裡面 越沒越去越沒越去 一直炒作一直炒作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一個對立 好像說你 其實 其實政府要跟民眾是要站在一起的 大家要團結 要那個 所以我一再講說 對的我們要支持 不對的我們要反對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當時 陸生來台 大陸的學生現在不是少子化嗎 很多學校都招不到學生嗎 那你當時招不到學生 那個時候就不應該開放那麼多學校 可是現在沒辦法開放這麼多了阿 只要這個學校都招不到學生的話 那是不是會倒掉 會產生更大的問題阿 那老師沒工作阿 學校教師也沒工作阿 怎麼辦呢 所以就開始看能不能招外生來阿 外籍的學生或大陸人 那你外國的學生沒人要來阿 只有誰最愛來 大陸學生要來阿 所以喔阿你要開放陸生來的時候 又是好你看看 又要木馬圖騰騎的 又要引陸生進來 來欽佔我們的資源的 那是因為台灣的學生不夠嘛 阿再來 在兩蔣時代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大陸很窮 阿我們那時候是要緩攻抗惡 緩攻抗惡 要打回大陸去 要解救大陸苦難的同胞 所以他們都是在水深火熱當中 在啃橡膠皮啃樹皮 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 所以在兩蔣時代就定了一個就是 陸生假如來台念書的話 我們要補助他獎學金補助他那個 因為那個時候是台灣經濟很好 大陸在水深火熱當中 我們要拯救他 所以他來就給他一個一個優惠 那這個制度一直到 那個兩蔣時代 李登輝時代 陳水深火熱當馬英九 都沒有改喔 一直延續下來 那現在當然我們經濟比較不好了嘛 那我們有很多的台灣的學生 都去打工嘛 去什麼加油站打工 去很多打工嘛 阿既然有很多電視台就鼓勵給操作 你看看 齁那個政府 對我們台灣的學生這麼殘忍 去打工 這麼辛苦也不補助他 阿大陸學生來還補助他 你看看 對大陸這麼好 對我們這麼差 齁那個電視台應該半三四天啦 大家看到後來說 齁阿你媽媽今天要這麼苦喔 你怎麼對阿公的才這麼好 對我們台灣才這麼刻薄 其實制度能不能檢討 當然可以檢討嘛 你說因為他們現在比我們有錢了嘛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取消掉 大家可以討論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沿襲下來的 來到今天這個地步 那他是照法令做的嘛 法令是規定說 只要有大陸的學生來這邊的話 我們一學期要補助他 好假設說補助他一萬塊 阿現在來阿 阿你法令還沒有改 你要不要補助他 你不補助他你就威華阿 阿我們法令沒有說要補助 台灣的學生除非是你機優學生有獎學金嘛 阿可是你不是 你就一直罵一直操作 就把很多電視台 證論性節目聯繫講 講了一個多禮拜 就一直罵 阿現在已經修改了 已經沒有了啦 阿所以這個就是 就這樣操作 這樣的一個那個 就造成那個什麼 撕裂 造成對立 其實這個都不好的 那制度不好可以改 你可以說我們這樣不對 現在阿公已經比我們有錢了 他們已經比我們好過了 不需要取消掉 那這個可以接受 那你不要講成說 你看看 你就愛大陸 愛陸生不愛台生 那個標題顯然說 滿意久 愛陸生不愛台生 有必要這樣嗎 其實沒有必要 我們來講真的是沒有必要 那你說意識形態怎麼造成 就是這些媒體這樣把它炒作 這樣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嘛 那你現在又不敢去管這些媒體 因為怕你那個去管的話 又說你什麼 侵害的言論的自由 那這個要靠什麼 就要靠大家的智慧 就要靠大家的智慧 就是我們要有那個判斷的能力啦 阿每次電視台在你講一句話 他都給你掐頭掐尾 跟你說幾句話 你以前不跟你說 後面不跟你說 要跟你跟你說 包括有一次電視台一直罵 說什麼我在罵馬英九 什麼馬掌流 大家記不記得 其實我整段話的發言是什麼 我那時候是很忠肯的 跟馬英九總統建議 我說你看看 我們當時阿扁執政 沒有執政很好 老百姓給你這麼大的期望 當時那時候 國民黨不是有做了一個牌子 叫九萬嗎 我說你看看 當時全國都在聽九萬這一張牌 現在讓你聽到了 九萬讓你選上了 那你看又馬英九 那又找了一個劉兆賢 叫九萬兆 多好啊 現在給你這麼大的期望 可能那時候才做半年而已嘛 我說你看經過這個半年 你很多政策一塌糊塗 亂七八糟 現在網路都在罵我們 你現在九萬兆變成什麼 叫馬掌流 那我們要不要檢討 我們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檢討 那時候差不多才半年多而已嘛 我說我們是不是要好好檢討 趕快把問題找出來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我那時候講了一句話 我說齁 現在我們國家最大問題在哪裡 在大財不用 小財大用 九品官當一品官再用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王毅齊那個人 也可以當陸委會主委 所以九品官當一品官用嘛 最大問題在這 所以其實我當時的 這前段話 整段話 是在跟馬英九總統說 你要好好做 不然你對不起台灣人 給你的這麼大的期望 對不對 你從九萬兆變馬掌流 你要不要檢討 既然那個整個 整個 那個電視給你報 報整個禮拜 說齁 你看羅蘇雷罵馬英九馬掌流 你看 對 他說我罵他馬掌流 所以就可以 所以你就知道 那個輿論的操作多嚴重啊 多嚴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要靠大家的一個智慧 靠大家 大家要有那個判別 判別能力 你不要受人家的作用 那個媒體看見就好 那電視才聽聽 覺得沒聊沒看 那每一個人 每一個主持人 或每一個來賓 其實都有他的立場在 都有他的立場 那我是夠人玩 我在罵民進黨的時候 民進黨很討厭我 我在罵國民黨的時候 國民黨很討厭我 所以你要選擇 那個中間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討好的 真的你是不討好的 對不對 就像我在罵國民黨的時候 人家那個民進黨都說 喔 你是雷神 你是多好 齁 你真的很棒啊 齁 你看看罵國民黨啊 可是當我認為民進黨不對 我回過台來罵民進黨的時候 他說齁 你這個人兩面人 所以 所以 所以很多人選擇說 我就靠一邊啊 我要嘛 我就是全部支持國民黨 我就是意識形態啊 要嘛我支持民進黨 我就靠一邊啊 沒有人會選擇這樣的中間路線啊 那除非就是無所求 就是我個人來 我能夠當 做做不做不要做而已啊 對不對 老天要我做我就做 老天不讓我做我就不要做嘛 對不對 我選就選得上就選得上 選不上就選不上 我回去當會計師 還逍遙自在啊 我何必每天在那邊做什麼 所以真的 那個媒體的操作 造成台灣意識形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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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對不對 所以我 我很少一個場合會來演講第三次了 雖然很遠啦 可是我也很愛啦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那很多 我跟各位講真的是很多理想 那我想我們大家共同來努力啦 大家共同努力 為這邊土地好 還有什麼問題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關係 盡量問 有沒有什麼問題 真的啦 其實立委是個良心事業 也就是說你今天你怎麼樣 請問羅委員 我們的能源政策 你覺得當不當 我覺得像這個尤其這個電費的問題 那個企業家都是賺很多錢 那我一般平民百姓的話 那電費是很便宜 很貴嘛 為什麼企業家他很便宜 他賺到錢也沒有什麼回饋給我們 我們社會嘛 所以請羅委員幫我們解決一下 謝謝 很多人都在講說 為什麼工業用電比較便宜 那為什麼一般的民眾比較貴 當然這其實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工業用電 假如你用的太貴 你把它高的話 那羊毛出羊身上啊 他轉嫁到哪裡去 他都售價去了嘛 所以政府是為了鼓勵 補助一些企業 因為他用的量也比較大 比較大 因為他輸電成本會比較少 一般民間用的量比較少 輸電成本比較高 那他用的量比較大 所以才分成工業用電 那所以你說給他更便宜 比較便宜 其實全世界都如此 為什麼 就是希望我給你比較便宜的電 那你不要把這個 價格轉嫁到產品上面 那當然我們現在 目前的租稅政策 是有點比較那個就是說 到底那個企業賺錢 比如說你電價 你讓他比較便宜 那便宜的話他獲利就比較多 你讓他比較貴 他獲利就比較少 那這個獲利的話 你就政府應該扣 他用租稅 來把他扣他的稅 那當然政府 有些國家 包括錢 就是對這個企業 因為他要設廠 比如說他要 我要開個工廠 我要創造一個企業 那他能不能賺錢 那都是個未知數 因為跟外交一樣 我開店 開公司下去 賺錢賺錢 不知道啊 所以都會給他們一個獎勵 就是說 我給你五年免稅 或是說你只要有投資 我就給你獎勵免稅 那鼓勵他 鼓勵他來 他來那個 那事實上很多都誤導說 欸 那企業是不是賺很多錢 他沒繳稅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兩歲合一了喔 兩歲合一 所以很多那個外面的那些媒體啊 那些都在那邊亂講 他是這樣子 假如你企業賺一百塊 你就先繳十七趴的稅 那十七趴的稅的話 他是不是剩下八十三塊 八十三塊就分給個人 我都用假設的 那什麼扣除我那個都不要算 比較簡單 八十三塊分給個人 個人的話 所得稅是四十五趴 以前是四十趴嘛 那假如八十三塊 繳四十八趴是不是繳四十塊 假設說他繳四十塊 那他原來繳這十七塊 可以拿來抵這個十七塊 所以四十塊錢 他才補這個 那假如你企業他說 好他繳稅只繳五塊 他有些很多獎勵獎勵 投資小孩他只繳五塊 可是你到了你個人 所得稅的時候 他也只能抵什麼 抵五塊 所以有些企業沒繳稅 可是他個人什麼 所得稅他要交 所以其實兩歲合一以後 就沒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多繳稅少繳稅的問題 唯一一個是什麼 就假外人假外資 因為我們國人的個人 所得稅是現在是四十五趴 最高四十五趴 可是你只要是外國人的話 你最高是二十趴 因為那時候是為了鼓勵 外國人到台灣來什麼 投資嘛 你包括美國什麼都一樣 那很多的企業家 為了逃這個稅 所以他們就去拿 外國的護照 或是什麼 就是明明是他投資的 他就在那個什麼 鳥不生蛋的灰州群島 哪個地方去設個公司 又回過來投資 所以他變成什麼 外資啊 這是假外資真逃稅啊 所以是只有這個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要去抓這一塊 就是說你明明是本國人 你明明是本土企業 那你為什麼要偷偷用那個 假的那個 很多大街 那什麼聯電的曹雪芹 不是也跑去說 他不拿台灣的 曹新城 曹新城他不拿台灣護照 他還是新加坡護照 包括那個王永群的孫子 很多人都跑去拿新加坡護照 因為他只要取得新加坡的護照 那他就是外國人 那這個法令本來你也沒辦法管他 他是 合法了他去 規避他的稅戶啊 那我們怎麼樣對於這種 不公不義的人 你只能用社會力量去譴責他 所以假如你們住在那個 什麼曹新城的隔壁 你就每天去罵他 因為你法令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也沒有辦法說那個 那你說政府當然都有他的漏洞 你說法令的一個周權設計 走了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的企業主 你真的你對他太過很像 譬如說現在調基本工資 其實基本工資調到誰 其實都調到外勞 都調到外勞 本國人幾乎很少 很少說什麼兩萬塊 應該要去調那個時薪 因為只有本國人的工讀生 打工主了才有那個時薪的問題 其實本國人的話都是 兩萬塊以上比較多的 那兩萬塊是外勞 你一調是調到誰 調到外勞 那我是主張外勞 基本工資要脫鉤 可是一些所謂什麼 那些什麼人權分子勞工團體 都沒有搞清楚 就一再反對 那其實為什麼那些外勞 你在別的國家只領五六千塊 為什麼到台灣來變兩萬 兩萬難道都是他們拿的嗎 仲介拿走 很多有權外勞的人都一樣 都很清楚 仲介拿走 所以當然很多政策 就是被很多財團 被一些利益團體把持 那立法院的很多的立委 當然有很多人在講說 為什麼我經常在講說 好人不會來當立委 除非你家庭事業要護航的 還有你那個 像我現在監製樓很少的 所以說很多不合理 那能源政策本來就不對 我們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講過一句話 我說台電 為什麼不去發展 我們台灣老天爺 賜給我們這麼好的太陽能 你看那個歐洲國家 像我前一陣子 我前一陣子 我不是說我去西酸版納到雲南 那個雲南是很鄉下的地方 在那個大陸裡面 是算三級城市喔 你看他們的路燈都用什麼太陽能 路燈都用太陽能 歐洲國家很多地方都是太陽能 那太陽能的話 你政府是不是要去發展這個太陽能 他故意跟你講什麼不穩定啊什麼 那歐洲比我們更不穩定 他們一年下學下半年 台灣還沒有啊 那你太陽能的話就說 假如說你白天你就用太陽能 晚上再轉換成為台電了嘛 那應該是從學校啊機關團體啊 開始去做嘛 還有一些 假如你家裡 你家裡是那個套庭處理啊 是不是都可以先做 所以你要鼓勵做嘛 而且政府要補貼才對嘛 他不是 因為我有去嘗試 我想說我一天到晚在罵人家那個 核電啦要停建啦 那我家裡也應該要節能減碳啦 應該要趕快去節省 啊因為我家裡在山上嘛 比較那個高聽 我就想啊我去裝個太陽能 看看能不能升 既然就發現說 齁我們要申請 我家裡喔要用太陽能 他要經過什麼 能營會啊 營能會核准啊 那程序喔 聽說我跟妳講得很複雜 那你申請的很困難啊 所以我現在在修那個電業法 就鼓勵大家用太陽能 對不對 那為什麼 為什麼台電要阻擾 阻擾這些天然人員嘛 我就開玩笑 因為什麼 太陽跟那個風啊水啊 不會給他回扣嘛 對不對 因為風啊水啊電啊 那個不會給他回扣嘛 所以他不願意使用嘛 這麼多年來 你可以花去蓋那個什麼 火力發電廠 去蓋那個水力 蓋蓋蓋蓋那個火力 蓋那個什麼火力發電廠 去蓋那個天然氣發電廠 他到現在目前喔 還在興建當中的這些 有九成幾億的 啊用在那個太陽能跟風力的 啊故意的 他說欸我們是啊 我們想發展那個風力發電廠啊 他不給人家弄在那個什麼地方啊 那個通宵有沒有 通宵 馬上去通宵啊 他說你看看 我們要做當地居民反對 我說你的會話幾爬到 你人家那個說 你要設那個風力發電機 你是不是要設在遠一點 設在那個海的中央也可以啊 因為國外有些設在海中央 要離岸嘛他們說離岸 你把它換在人家家裡的門口 啊那聲音弄不到人家當然很對啊 啊你不會弄遠一點嘛 就故意嘛 所以我就說 因為我有去看 我說那你是故意嘛 你故意把它設在人家的家裡門口 啊才引起什麼 居民的抗爭 所以你用這個做理由說 你看看我要做他不給我們做 那外面媒體爆出來你說 喔那人怎麼這樣 可是大家要我們深入去了解 就是你怎麼放在人家裡的 啊他說啊沙灘這麼大 你為什麼不弄到那邊去 或弄到海裡嘛 那當時我們的風力發電的 當時設計是什麼 叫離岸政策啊 就你就給他設到海的 海中央去嘛 就好了嘛 啊他不是 他偏偏給他蓋在人家家裡門口 啊說人家反對啦 所以台電根本就 這幾年來他沒有用心嘛 你看我們一年 一年那個煤採購多少錢 我們那個石油採購多少錢 天然氣採購多少錢 那你要買 你是不是直接去找廠商買就好了啊 為什麼要透過一個中間商 為什麼要透過一個日本商社 那個日本商社在新加坡啊 這新加坡 這個我現在還在查啦 我還在查 那查出來的話我就 就會公佈啦 所以喔 希望在還沒查出來之前 不要被殺掉就好了 那他們什麼問題 那他們什麼問題 他們什麼問題 沒有關係 看什麼問題都可以 有沒有什麼問題 很難得啦 我覺得是一個緣分啦 我剛好有這個機會啊 因為剛好那個 我們主辦單位啊 那個 邀請我來說 欸 我的秘書說 你要不要來 我說我一口答 說 我今天把早上所有的行程 全部都取消掉 全部取消掉 我說我一定要來這邊 來這邊跟大家 跟大家那個 因為我想 見面就是個緣分啦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 大家的一個演講會 那 傳達大家就說 我們假如說為台灣好的話 不能有藍綠 不能有藍綠 只要對台灣好的我們都支持 審查預算的命捷是吧 那個 太長了 我前面講了好幾個鐘頭 才講完 以後有機會再來談好了 上次我講過 我抓過 幾乎我 大家可以看到報紙上有燈吧 上次不是也有燈了一個就是 我們在機場 機場不是有養那個企毒犬嗎 有沒有就是那個 米格魯很可愛那個嘛 那個時候他們編預算喔 他們編預算 一隻狗 預算編多少錢 猜猜看 你們家裡養狗啦 不過那個比較尊貴啦 那個訓練師的薪水不算喔 只對這隻狗 牠吃 跟牠照顧跟那個 假如你家養狗 一隻狗一年差不多花多少錢 蛤 什麼 一隻狗 就你養牠 那狗還不是 還不用買啦 那澳洲送給我們 全世界最好的那個 那個企毒犬就是澳洲 牠送我們 我們現在只有23隻啦 啊 一隻啦 我們講一隻啦 你家裡有養狗的人嘛 狗就吃嘛 你總不會給牠吃人生吃鮑魚吧 還吃一次吧 狗一定吃狗飼料 蛤 最多20萬 最多20萬 還有呢 牠編200萬 不是200萬 220萬 牠編220萬 那也被我抓到 所以我那時候說 人不如狗啊 然後把牠刪掉 把牠刪掉 很多 很多那預算喔 而且包括 那個那個 尤其是我大部分喔 都是利用夜深人靜 比如我每天早上一定開會 因為我差不多早上進去開會 開到9點 開到12點 啊下午差不多1點半 開始就看門診 就是 只差沒有抽號碼盤 因為人家陳情的 陳情的很多 那那個 都是利用晚上 差不多9點鐘以後 都沒有人吵了 我自己一個人獨自在立網院看預算 那 那你把那預算抓出來的話 那些官員都恨死你 因為有些小金庫啊 有些什麼 他很會長 因為已經喔 已經有中華民國政府 已經五六十年了 他們都很厲害 很會長 那他沒想到 我是會計師 所以我也很 他很會長 我很會長 那可是一個人的人力也有限 我只能救 我在的委員會 比如說我是交通委員會 我只能救政府的預算 比如他那什麼 桃園國際機場啦 你看那個機場的話也是我把它打了他半死 所以我只能救我的委員會裡面的預算去審核 那很複雜 非常複雜 所以我真的很肯定希望 大家投票的時候 真的要顯現已能 最好找一些 有會計被檢 我不是說會計是說偉大 最起碼要看得懂預算 因為立法委員最重要的職責是什麼 兩個 一個是審議算 一個是什麼 就法案 法案 就要通過法案 那當然很多法案 你會牽涉到很多厲害團體 那就是立法院就是一個競技場 看你能不能夠被那個 比如我們最近在當什麼 市基 大家知道市基 市基當時不是標售了一千多億嗎 也就是說他們那些廠商 大家來競標嘛 那這樣我好不容易 我們現在財政很困難 我們一年喔 一年收入跟支出啊 短缺兩千多億啊 那好不容易是不是有這筆錢進來 一千多億嘛 那個 進國庫 可是既然就有業者 跟我們的立 勾結 他們說要這筆錢 不能進國庫 要裝款專用 要做什麼 要用在 市基的基礎建設上面 旁邊聽不聽都說很好聽的 要做到市基的基礎建設上面 因為他說 因為業者 都會比較著重於都會區 那些鄉下的地方 因為人比較少 基於利益考量 所以那些邊緣地區 他們不會去建設 所以一定要利用這筆錢 來邊緣地區去建設 聽起來是冠冕堂皇 其實基礎建設誰要做啊 業者自己要做啊 你當時在招標條件裡面 你就說 全台灣你都要做啊 啊 假如你沒有去給我做的話 我就把你檢驗去 學掉就好了啊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你那個什麼機場的 那個免稅商店 他們來標 標那錢力金 錢力金 不管你戶多高 裝潢誰要做啊 他要做啊 對不對 啊你基礎建設誰要做 當然業者要做啊 我們那個立委 一千多億耶 開玩笑 有些人說好 你若拿10億要出來黑色 啊一個委員會 其實我跟他單一選棄兩票制 是錯誤的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講 因為 立委少 你看一個委員會 現在剩幾個 剩十幾個 他只要一半就好了 他只要一半 你說台灣的選舉制度害死人 每個尤其南部的立委 他選舉一個人要花好幾億 你要叫他怎麼穿都回去 你要叫他怎麼做 所以很多東西說這個制度 害死人啦 這制度不對啦 當時那林毅雄 鼓吹單音嫌棄兩票制 是害死台灣的 當然林毅雄他有他的成就 可是針對這一點他不對的 那就有人去 就弄出來說 一定要來裝還裝用 誰在擋 我在擋 因為這是我的交通委員會 所以為什麼我不敢去上廁所 我就怕說我去上廁所 偷偷摸摸 拿一張說 通過裝還裝 就舉手過了 過了 就那個 那這個擋了人家多大了 才一千多億耶 擋了人家多大 那業者是不想盡辦法 一定要把我整掉 很多人說 我下一次選舉一定讓你在 在你的選舉中間期 一定讓你選不上 我說謝謝你 你選不上是我的 我選不上是我的福氣 而且我不見得要選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東西就是一個競技場 那你有沒有這個良心 你有沒有那個良知 你願不願意去擋 很多人是不願意擋 是不在做壞人 有些立委 也不是說他有什麼好處 他就不在做壞人 反正我幫你刪掉 預算對我沒有好處 我去得罪一聲騙的人 要做什麼 所以很多人是不願意當壞人 那我是願意當烏鴉 我都管他了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 給大家體力 謝謝 謝謝